2012年HKDNC Math Core Paper 2的第8题 好,那我们看看题目说什么 题目就说,在公司里有37.5%的员工都是女人 而有60%的男员工和80%的女员工都结了分 那就要我们找个% of married employees in the company 即是结了分的员工的percentage是多少 好,那首先第一步呢,我们就列了X 是公司有total员工的数目,就是X的 好了,那然后我们怎么列个调息出来呢? 我们找个% of married employees 那调息是什么呢? 调息就是这样的 好了,这个0.375x是什么呢? 就是女性员工的数目 因为它说37.5%的员工是女性 所以就0.375x就是女性员工 那然后呢,题目也有说 80%of female employees are married 所以就乘0.8 那就是女性员工结了分的数目 就是0.375x乘0.8 那然后呢,结了分的男性员工是多少呢? 那就是1-0.375x就是男性员工的数目 因为它说37.5%是女性员工 那就是剩下的那些是男性 所以就是1-0.375x 那题目又说到 60%of male employees are married 所以就乘0.6 那这个就是男性员工结了分的数目 那结了分的女性加结了分的男性 再over total有员工的数目 就是x 再乘100%就是percentage of married employees 好,那我们就计 0.375x乘0.8就是0.3x 1-0.375x乘0.6就是0.375x 那然后呢,再over x乘100% 那我们就可以弱走那些x 再按一按机就知道答案是等于67.5% 所以答案就是 DOT